當然 數字化合成鋁的強項 還不只是有這樣一雙銳利的眼睛 在各類車輛上 都能看到各種先進的感知設備 它們所探查到的情況 可以被集中融合在一起 就像一個三頭六臂的巨人 能夠看到四面八方的情況 而這個巨人 還需要一個反應迅速的大腦 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數字化合成鋁裡面 最有特色的一件裝備之一了 那麼大家看我身邊這些舒適的座椅 還有後面這個大屏幕的電腦 是不是非常的高端 這個就是我們合成鋁裡面的指揮員 所做的地方 那麼作戰的時候呢 戰場的信息都會匯聚到這裡 顯示在這些屏幕上 指揮員看這些信息呢 就會形成一個非常清晰的 敵我態勢的這個感知 那麼就能破除我們趙英章所說的 這個戰場的迷霧 從而給出最精準的作戰指令 沒錯 大家可能猜到了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指揮所嘛 對吧 但這個指揮所它並不是固定的 它是安裝在8x8的一個平台上 和我們的這個輪式不兵戰車 輪式突擊炮一樣 可以快速地在戰場呢機動越野 那麼它作為我們合成鋁的這個 大腦和中心神經呢 就可以和合成鋁的眼睛和拳頭 一起在戰場上快速地飛馳 當數字化和聲部隊在戰場上行動時 所有車輛通過數據相互連結 成為一個整體 這比過去拿電台喊話 模糊地說我在哪兒 你在哪兒敵人在哪兒 要精確清晰得多 這便是所謂的戰場態勢 我們上車以後 都是能完成這個精確的指揮 就是能通過一輛車 能控制我們全聯車 形成一個作戰意圖 作戰態勢 如果做個形象的比喻的話 它就像這個一把手術刀 手術刀 對 傳統的部隊可能就是一把 這個普通的大刀 而數字化部隊 它的作戰能力上更精確 作戰效能成幾何倍數的增加 正式看到數字化部隊 強大的作戰效能 某國也在按照自身情況 逐步推進數字化部隊的建設 我來到的這支部隊 正是全軍最早的 數字化部隊之一 這個過程是相當漫長而艱苦的 因為這並不是簡單的 靠數字化裝備的到位來完成的 更需要每個戰士 去完成一個普通士兵 到數字化部隊的轉變 比如說對這個數據庫 要有個基本的了解 比如說對基本的電路 和數字信息的處理和傳輸 都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要求這個士兵信息化素養 或者就要數字化的素養更高 德映